我们的第一站是距离东莞1244公里的贵州蒙大草原 为什么要凌晨三点出发呢 因为不想开夜路 但是就是如果是凌晨出发的话 你会觉得还有三个小时就天亮了 但是如果晚一点出发的话 你会觉得还有三个小时就天黑了 就那个心情就完全不一样 九五加满 现在已经在广克高速上面开了一个多小时了 现在其实有点饿了 但是两只小狗都睡得好香 我晚上的时候在收拾行李 然后他们就听到我把行李搬下楼去 拿到车里的声音 然后他们就一直已经知道出去完了 他们就很期待 然后所以他们晚上也没有休息好 所以如果我要是现在吃东西的话 他们就会爬起来看我 他们就会爬起来看我 我们多睡一会儿吧 咖啡喝喝吧 还有带一个好东西 沙漠的牛肉卷 哈哈哈哈哈哈 站一下 lurk 过期啦 为什么这么难喝 没过期是因为特农 实在是太浓了 没有吃 特农 那是温 很好吃 我讨厌第一口吃不到肉 看我三块八买的挂钩 这不错 我在这站了两下好晒 我们赶紧把饭吃了走吧 去天冷的地方 它就更不会喝了 所以我就给它们带了这骨汤丼干 吃包饰 吃吧 好多好整齐的树呀 高兴啦 高兴啦 我们陪宝 高兴的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够高兴我就高兴 哈哈哈哈 美美过来 过来躲住 过来 我怕 it's ok it's ok 小牛 它不高兴啦 它不也高兴啦 美科给你了 一个铁钢 美科给你了 一个铁钢 怎么回家呀 呵呵呵呵 想吃我的麦克蜜蜜花钱一锅啊 九十九块 家人们烙铁们 九十九块钱 看看 看看这性价比 主要是我当时是涂它 它是直接就在景区门口的 然后我刚已经去探过路了 走明天走过去走去景区的话 不行 只需要五分钟左右 然后咱们接下来的行程就是 接下来 哦 我刚刚买的那个 叫什么 我刚刚其实已经偷偷吃过一口了 但是我可以还原一下我刚刚的表情给你们啊 就长这样 夸张了重来啊 但是真的超级好吃 我当时就是 他就骑着一个摩托车在那里等 他就骑着一个摩托车在那里等 然后喇叭在那里一直重复播放 麦克蜜你买一块钱一锅 就是前面的我听不懂 但是我听得懂 一块钱一锅 一块钱一个 买不了十块买不了上当对吧 这个超好吃 我会买少了 这两个真的超级开心的 因为这里真的超级难快的 哎呦哎呦哎呦 哈哈哈哈 每次玩扑人家就要骂这个就不怕 哈 太累了太累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给你们做转播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给你们做转播 哈哈哈哈 哼 开心啦 我比较开心啦 嗯 你怎么知道 因为广东 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 有些人在广东非常的不活跃 好可爱啊 抱歉 嗯好可爱啊 今天就像这样吧 不会有点小意思 好啊 慢点